极舒棉Plus使用步骤 第一步,把极舒棉Plus放在弹簧床垫上 第二步,将棉被完整覆盖在极舒棉Plus上 第三步,温度设定为最高温,定时4小时即可杀菌除满 极舒棉Plus杀菌除满,让您安心好眠 加入QR Code,了解详情 大家好,同温层,突破同温层,我是同文勋 我是杨倩宏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那四大佬如果今年的年初 他这样苦口哺训的劝他 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论文门嘛 忠言逆耳 真的是忠言逆耳 老实说当时候如果四大佬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苦口哺论心的忠言没有逆耳的话 蔡英文真的还可以成就一个民主政治 就是台湾民主政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可是我看他后面 他的deep state 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对 也就是那个权力 纸牌屋里头的那种说 其实某种程度说起来 蔡英文也是纸牌屋中间的一张牌 一张牌 他恐怕都还不是真正的player 因为有深层政府啊 有深层政府 那深层政府的运作 他们集合这个权力 继续做 不管谁执政都是他们当家 这厉害吧 是 所以即使他想下车 他都没有办法下车 对 就是庚教的不耍 对 他其实有一个抬轿子的不应该下来 那当然啦 他的性格上也会 他很耗面子嘛 就是那一句话嘛 他问他跟李远哲博士欢联的时候 他说的那句话 我到底做错什么 对 我哪里有错 我到底问对 完全没错 然后把所有李远哲所出来的 每一个政策上面的错误呢 都推给别人 我再讲一次 他特别推给赖清德 这个我们今天来看 回头来看2015年的时候 其实蔡英文脸书上有一段话 我们今天老婆进来 这是12月25号 他脸书上一段话 那现在这段话恐怕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好像看到是一个影片 他把它置换成一个影片 那么他这段话其实就是在讲 马政府嘛 对 他说他是一个无法让人民安心的政府 却常常夸言政绩 自我感觉良好 可见执政者跟人民的距离 有多么的遥远啊 执政无法让人民安心 选举到了 却用恐吓牌 对立牌来激化选情 制造社会不安 这种召唤 含血含泪含恨的选票 这种无良的政府 跟黑心食品一样 必须要被下架 这讲得很好啊 是啊 这谁讲的 应该好鼓掌 蔡英文啊 蔡英文 她的那个文青写的 但是是她的名字花表 我必须讲这个话讲得太好了 是 可是我第二句 第二句讲说 讲自己也讲得太好了 如果还给她 是不是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 在这时候 看起来是一样 就刚刚好啊 刚好啊 第一 这话讲得非常对 完全同意 同意蔡英文总统 这是什么时候 2015年 2015 就是蔡英文主席的时代 是 所以蔡英文主席的时代 所讲的这个批评 马英九总统这话 讲得好极了 而且那天是耶诞节 12月25号 那可是呢 蔡主席的这个话 批判了马英九总统 也批判了蔡总统 而且是预言家 预言家 讲得真的好 蔡总统应该自己 拿着这一句话 念一百遍 杨哥您觉得深层政府 除了里面有 当然台湾 既存了党国势力之外 那有没有中国的势力在里面 我认为有 有 对不对 那我们回来看 应该这样说 就是那个称臣政府里头 有一只脚 是跨过去的 或者是他有一只脚 是跨过来的 互相之间有交叉 对 而且他们彼此应该很有善 对 很有话 交换情报 对不对 所以甚至有一些话 他们真的可以讲得很轻松 就说你们这一些 是这个什么 酌情幼稚病 可以骂人 是不是 因为权力都在他们手上 然后你可以回来说 你们就是打左灯向右转 对 或是打右灯向左转 感情之好的 对 因为他们是巨大的权力核心 是不是 所以他们老实说 都所有的程序都控制在他们手上 没有太大的是非 事实上我对这个2016年以后 我一直在观察一件事情 所以马英九所签的那些跟中国有关的 所有的两岸之间的所有的这个各种 包括AGFA 是 这些协定 老实说 如果蔡英文跟马英九不是 是two of a kind 那两个不是一倍 不可能是今天的结果 对啊 他就上台第一件事情 就把那些钱干掉了 这个才是真正台湾人立场 陆委会主委最近不是说吗 AGFA对台湾有利 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AGFA 这听不下去 这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的路也会 听不下去 AGFA其实最应该启动他16条 就自动会执 是啊 对不对 AGFA可以单独处理 可是其他你看两岸互助协议 什么这个协议 那个协议 司法互助协议 根本没有效嘛 会执一张嘛 根本就是如果蔡英文总统 他真正所讲的他是辣台派的话 他就应该把这些全部取消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公道吧 对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不是说他这个 他是一个党国 请力辅助的一个 知识女台卿吗 因为缺台卿才出来的嘛 女台卿 可是当时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说 这个被置入一个中央政校 是属于 等于说是特务体系的 一个知识女心田 他到底能不能变成一个大特务 控制这个整个国家机器 没有人能够遇见 可是当时呢 安排他必须要打通关的 其实第一批恩人啊 除了欧阳勋之外是校长嘛 那最重要就是刘铁针 这个讲起来就是 以党领政的团队了 我在李登辉当总统的时代 特别是在1992年 因为李总统当时要在做一种变法 他有六次修宪对不对 是 六次修宪过程里头 曾经写了很多篇文章 那时候还有主流非主流之争 主流非主流之争嘛 那非主流主张的是什么 今天你要讲deep state对不对 对 非主流主张的就是 继续以党领政 然后我曾经写过 在自由时报当时有一个专栏 叫探针 我写过一个专栏 劝李总统今天面临这个历史的情境的时候 他必须改变以党领政 把他变成以政领党的时代道 当时李登辉总统为了我写过相当多篇文章 包括这一篇 请我到官邸吃饭 非常肯定说 这个转换是重要的 所以李总统跟他是以政领党的主张的人 他对于国民党传统列宁市政党的以党领政 他是格格不入的 可是蔡英文就是以党领政的体制底下 你刚刚讲的那个结构底下培养出来 我们这个时间已经从1972年的蒋经国的崔台青 一直讲到1990年 1991年教育部通过他为教授 这总共是十来年的时间 是 孤王会谈 蔡英文是在孤王会谈里面的 被安插进去 被安插进去的 按照道理 因为他是崔台青嘛 所以他应该是代表李登辉的意志进去的 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耶 不是 这个里头应该是代表孤政府 是不是 他其实当时候走的是孤元卓英文 他仍然是党校的这个利益嘛 这个深层政府嘛 所以 李登辉总统要看法庭 那他要看法庭 今天他还出来说要支持小英 他没有说啦 这个非常精准 好 来说一下 我在场 他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 然后 这个 他女儿 拿出一份说是 那个 他的 他的那个文字稿 那由他女儿来念 那当场当然有很多欧巴桑们就开始对这个事情是有议论纷纷 然后他们就来问我说李总统是怎样 是 说他没有说话啊 嗯嗯 结束 他没有说话啊 他坐在那里一句话啊 他怎么说 他有说话啊 那我不方便讲太多了 他没有讲话嘛 这样大听得懂吗 这样子 我给你讲一个事情啊 当年那个2008年的时候 那个谢长廷不是选总统吗 那李登辉其实对于谢长廷是有意见的 哦 然后呢 他有一天哦 就跟我讲到 谢长廷 他对于谢长廷不放心的地方 嗯 后来民进党集全党致力啊 要求李登辉要支持他 所以呢 有一天那个麦克风终于塞到李总统的这个前面 李总统说了一句 我这票 送给谢长廷 这听得懂吗 我这票 后来我跟总统通电话 总统哈哈大笑跟我讲说 啊你听我吗 我这票而已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意思是说你们一定要我投 我就这一票我你的啦 但是其他不要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中 都不应跟谢长廷见面 谢长廷的车队都已经到翠山庄前面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 老先生是非常有趣的 嗯 他他女儿可能跟他意见不一定一致 不一样 他也让他去发挥 对啊这个女儿有女儿的那个主张嘛 女儿的主张也其实是 女性啦 女性啦 女力优先啦 大概是这意思啦 他也很有价值啦 是 李安宁的话也很有价值啦 可是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他就不说话啦 我跟他在脸书上有共同的朋友 有一天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脸书河道上 因为出现 真的是出现啦 我就看到 我就哈啦大笑 李安宁被一个那个 我的脸书的朋友 把他解除朋友 因为他就在那边讲说啊 这个 这次的 国庆的总统的文告啊 非常有深度 好这个是要有深度的人才能看出来的 结果 那个脸书就很不客气的跟他变了一句 变了一句之后 他就说 他就又变回来 变回来之后 才两句 就两句喔 长期的朋友 第三句是说 那我只好解除你 我只好封锁你 就真的把他封锁啊 哎呦 封锁他也是一个名人喔 也是一个名人 当天坐在投桌 跟李总统坐投桌的很多人 其实都 看到李总统一句话没讲 都会心为笑 大家心里有数 后来李总统有下来 每个桌是来握手 他通过前面的时候 他特别举手跟我握手 然后 我 那个是王彦均主任 推着他走 是 王彦均主任非常大声的说 黑龙啦 黑龙在这里 我就跟他握手 他其实握手的手镜 很有力 OK 我只讲到这里啦 就说李总统就是这样 我只是原因说 那个那一桌子 有几个我上有点抱怨的时候 就说 你也不要这样 总统也没说话 有哪有 当时说 好啦就这样 OK 好 杨大哥是非常了解你总统的 好 那我们回来讲 这个党国女青年 女台青 她的第一个恩人 还是要回来讲 就是刘邪真 大法官 好 所以刘邪真出来 挺她也是没有话说 但刘邪真现在在忙什么呢 我们进来几张相片 因为最近才找刘邪真到底现在人在哪里 我们就看到她说 这几张相片就是 她在做两岸的一些活动 所谓的 因为她是国际司法的 所以她就是有一个国际司法的 那个学术研讨会 2018年 海峡两岸国际司法 法学的学术的研讨会 然后人跑到哪里去呢 跑到湖南 跑到湖南去 但我们知道她现在在浙江有尖客嘛 所以她几乎的活动范围都在中国了 因此你觉得 蔡英文真的 跟中国的对话没有管道吗 有了 有管道嘛 人家刘邪真到现在 还是蔡英文在提名台湾的大法官的 提名编制里面的六人小组的其中一位 多么重要啊 是她第一个 让她能够顺利进入政大法律系 变成客座教授在1983年的时候 第一个恩人耶 第一个恩人耶 然后一辈子人家没有忘记她喔 很重要 三十几年后 仍然保持紧密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大家看不懂蔡英文 怎么会看不懂 我们今天如果不是论文门 不会去找这些资料出来 可是找出来之后 其实就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紫牌屋的 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对 适合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一起 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美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去做微物激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 是 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强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 来做 微物激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Coin的认同号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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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